在我們島管建庫跟超頓頂公司的推動之下 是為頭超頓頂護療社區 開辦超頓頂葫蘆大學料理研事庫庭 社區是特別邀請金白宗布塞前來 基督社區民眾偶主吃 在庫庭的最後一天 社區也基督後成功 所有的新聞是主要抹抹抹制度的料理 來點給他們學習的成功 臨近準備餐點 問有老師 幾幾位收集的收配簿 來點現成功 看起來美麗有更好吃的料理 希望兩位老師要表達最多的 好玩的表現 我們把地方的特色食材 加入到健康的一個料理方式 在互相搭配之下 分享刀工技巧 烹飪的技術 所以今天的陳國長看到很多人 煎煮炒雜 每一種的烹調都把它做得非常的定位 十幾堂課來 學員每個人都非常的認真 那就學自己的技能 那學員就是今天展現出來的 就是很好的一個成果 超人的護療社區 在廣護家公司的推動之下 台北開班 葫蘆大學的烹飪 烹飪 演習庫町 要下兩位金白總補師 進來培養好玩 並且下市長的主角方式 運用到關懷古店的參加賣明 在這個班裡面學了很多 以前的想法 像我做石頭的想法 跟老師說的 用鹽巴去打出那個鹽辛的蛋白 那我們以前不懂這個 現在我就知道那個Q度怎麼出來的 所以非常感謝老師 平常就在自己在煮東西 那只是說 以前都是我們媽媽煮的方式 那那種方式在煮 跟我們老師這種傳統 五星幾萬片在煮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說法 那當然會增加自己的一些信心 我想像這樣的菜藥來講 能夠交會社區 我是希望說 以後我們這些學員 學起來 會用跟關懷區田 互相的結合運用 來組合我們這些老人士大 來給他們享用 透過的確定的規範 讓社區民眾 能夠有機會 接受到專家老師的資託 或是煮一些的配布 從普通的家庭料理 變成一道一道的高級美食 提醒學員的手藝衣服 然後關懷古店的用餐 變得更加豐富 他讓我們試過 來做調某 也要多 我們把某個撒鬥 你是不是不 還幫幫你好 前面 是 果然 以前